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身在纽西兰的刑剑表示 回想起自己被抓的经历 他仍感觉到恐怖 他说 我在泰国的时候 我没有想到中共警察可以直接到泰国把我给抓走 泰国警察还能够配合 当时感觉特别匪夷所思 2019年11月25日下午5点多 证件正在房间休息 忽然楼下保安带领几名泰国移民局的人破门而入 警察直接将他按在床上戴上手铐 刑剑告诉他们 自己是联合国难民署所审核批准的正式难民 是受联合国难民署保护的 但是泰国警察不予理睬 并给他看了一眼中共驻台大使馆的文件 和中共江苏省连水县公安局的拘捕证 当天下午六时许 移民局警官将刑剑押上了警车 带到移民局 第二天 泰国移民局警官就把他带上法庭 指控他逾期滞留 并判他罚款2500泰铢 监禁一年 刑剑回忆 第二天 他们就完全不提中共警察了 完全走泰国的司法程序 审判也比较奇葩 如果你认罪了就处罚减半 如果你不认罪就按照原来的判 刑剑当时认罪了 移民拘押中心有电话 刑剑快速给泰国的难民朋友打了电话 难民柳学红夫妇来到刑剑的住处 向房东调取了刑剑被抓的视频 提交给了联合国难民署的官员 房东一楼办公室有摄像头 刚好可以照到楼下停车场 拍到了泰国和中共公安带走刑剑的视频 被关在移民监狱里 刑剑面临着被遣返的危险 与此同时 联合国和新西兰政府也在争取时间救人 刑剑说 当时我在移民监狱的时候 一个联合国的高级人权专员 把电话直接从新西兰打到移民监狱里 面试我 当时新西兰已经很晚了 移民官是加班在做面试 面试之后完全就是走程序了 然后体检 难民署把机票送到我们监视 牢头拿到了 就在监视里很大声的说 你要走了 要去新西兰 2020年1月中旬 刑剑飞到新西兰 开始了新的学习和生活 感觉安全了很多 美国华府律师叶宁表示 引渡是要尊重第三国的国家主权 中共试图把自己国内执法的概念 任意扩大到第三国去 这是一种霸权主义 如果第三国和中国是串通一气的 两者是勾结在一起的话 那中共这种境外执法 也可以说是得到了 所在国政府的同意和配合 甚至是邀请 在这种情况下 中共就有借口说 是第三国请他去执法的 阿甘廷足球巨星梅西 定于6月15日 在北京工人体育场 参加一场阿甘廷对澳大利亚的友谊赛 10日梅西抵达北京 他因签证问题滞留在北京机场6个小时 数以百计的中国球迷 身穿阿甘廷10号蓝白条球衣 等在北京机场 高呼着梅西 另外很多球迷等在北京亮马河附近 梅西下榻的酒店外 阿甘廷队抵达酒店后 据说有很多球迷占据了酒店的健身房 球队紧急改变训练地点 由于秩序混乱 阿甘廷球队入住的酒店楼层被封闭 梅西球迷见面会也被迫取消 时事评论员陈破空分析说 梅西的球迷见面会被取消 是中共当局害怕发生暴动 虽然我们都觉得不可能 但是中共当局就认为可能会发生暴动 暴动一触即发 在中共的想象中 这些球迷当中不知道会出现什么状况 要是有人举出一张白纸怎么办 有人打出横幅怎么办 甚至有人喊出共产党下台 习近平下台怎么办 公安就得立即出动 所以干脆不搞了 当局没有任何的安全感 在他们的想象中 北京随时可能发生暴动 他们认为梅西可能在中国掀起一场颜色革命 这些中国球迷拿着阿甘廷球队衣服挥舞的场景 给人感觉像是另一种颜色革命 所以中共非常害怕 11日 几个在英国留学的中国小粉红 在南安普顿暴打抗议的香港人 导致两人受伤 现在英国警方已经介入调查 香港人团体11日在英国南安普顿举行集会 纪念反纵中运动4周年 一名操普通话的白衣中国男子到场叫嚣 并高唱中国国歌 被现场港人劝离 他警告会召集更多的人到场 然而一直到集会结束前仍不见踪影 几名港人在集会后到一家餐厅吃饭 吃完饭再次遇上这名男子和几名中国学生 对方二话不说 直接上前殴打 这发生在一家亚洲超市外面 化名周恩的集会 参加者告诉美国之音 现场情况很混乱 在我拉架时 那些内地人继续骂人 其中一句我记得很清楚 对方说 我见你一次打你一次 周恩说 他的男性朋友静不受伤 女性朋友手不受伤 他们跑到超市里 那些内地人追上来 或许因为超市有保安和闭路电视 他们没敢进超市 只在门口叫喊 油胆就出来 周恩和朋友们打当地报警电话999 对方说 你们没有生命危险就应该打101 等了十多分钟没有回应 他们只好到网上报案 他们问超市保安外面的情况如何 保安说 那些人已经离开了 所以他们决定先回家 根据网友搜索 打人的小粉红 是南安普顿大学的中国留学生 南安普顿警察表示 我们正在进行调查和查询 以确定情况 英国港桥协会表示 南安普顿的袭击事件 不仅是对个人的攻击 也是对民主和人权原则的侮辱 这起事件是近年来 在香港打压言论自由的例子 被带到了英国街头 乌克兰对俄罗斯军队发起反攻 在扎波罗洛州大诺沃西尔卡战场 俄军防线迅速崩溃 乌军在数小时内连续拿下斯托罗洛夫村 列瓦尼 乌罗扎因等7座村镇 在网络上的一段视频中可以看到 乌军士兵们在斯托罗洛夫村高举乌克兰国旗 乌军连续几天在战略重镇 托克马克与俄军最强悍的部队激战 虽然俄军在托克马克北部拼命死守 并击退乌军多次突击 但在他的两翼有被乌军包抄的危险 俄国第58集团军非常能打 但是两翼俄军魔步履战斗力相对薄弱 随着战局不利 俄军的士气重挫 日前传出一段令人触目惊心的视频 俄军督战队击毙企图阵前逃亡的士兵 乌克兰情报单位曾拦截俄军司令部命令 禁止士兵擅自离开阵地 否则督战队可能会对逃兵开火 1942年5月 苏联在第二次哈尔科夫战役遭德军击退 损失惨重 斯大林下达了第227号行政命令 要求每个军队必须在后方建立督战队 处决部队中所谓的诺夫和制造恐慌者 不过近日有一位幸运的俄罗斯军官 成功地逃离了俄国 他罕见地接受了BBC专访 透露俄军损失惨重 士气低落 现年26岁的米绍夫 曾是俄罗斯空军中尉 向立陶宛当局寻求政治庇护 他是我们所知的第一个叛逃的俄军飞行员 米绍夫是攻击直升机导航员 驻扎在俄国西北部的北斯科夫地区 他说自己早在去年1月就试图离开空军 但到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当天 他的退役手续还没有办完 然后他被派往白俄罗斯 在当地驾驶直升机运送军用物资 去年4月他回到俄国基地 想继续办理退役手续 眼看这冗长的程序就要完成了 普京却在去年9月颁布局部动员令 他随即被告知不准离开军队 他说我是一名军官 我的职责是保卫国家免受侵略 但我不必成为罪行共犯 没有人向我们解释 为什么打这场战争 为什么我们必须攻击乌克兰人 摧毁他们的城市 战争初期 尽管俄军指挥部称无人伤亡 他却认识一些阵亡的官兵 军中没人相信前线进展顺利 或伤亡很少的官方报道 战前 他的部队拥有40至50架飞机 在俄罗斯入侵的头几天 就有6架被击落 3架在地面上被摧毁 今年1月 米绍夫被告知 他将被派去执行任务 他知道自己将被派往乌克兰 他希望自己能因健康的原因免除服役 在医院休养期间 他读到一篇文章 介绍说 北斯科夫一名27岁的前警官 成功逃往拉脱维亚 米绍夫决定效法 他在电报平台寻求协助 找到一条穿越与欧盟交界边界森林的路线 他背着一个小背包 尽可能的轻装上路 最后来到一道铁丝网前 帮了过去 他知道自己成功了 米绍夫强调 我并未拒绝服役 如果国家面临真正威胁 我会为国效力 我只是拒绝成为罪行的共犯 一旦我登上直升机 至少会夺走几十条人命 我不想这样做 乌克兰人不是我们的敌人 虽然他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 但他更愿意试着在欧盟开展的新生活 而不是在俄国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 好的 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里 如果您喜欢看风云节目 别忘了订阅点赞并留言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